《泰石村民與警方發生衝突》 2005年7月廣州番禺泰石村發生嚴重官民衝突 區政府動用賞簽警力 拘捕了幾十名村民和幾個維權人士 其後有律師也因為協助被拘押的村民而遭到毆打 郭彥和唐經玲在泰石村事件當中認識 兩個人被打之後堅持繼續接辦案件 希望盡快幫村民獲釋 但結果被律師所解僱 所裏面就是已經被感染的是沒有辦法控訴 經常有人就坐在那裡要求查證啊 審計啊 反正完全就是那種拿著那種顯微鏡放大鏡 找續鏡那種情況 事件前後擾揚了三個月 起因是村民質疑 村委會有人在賣地中貪污 並且偽造帳目要求查帳 又決定按憲法 罷免村委會領導 選出自己的選舉委員會代表 但在不斷的滋擾威嚇之下 民選委員相繼辭職 簽名支持罷免的村民也撤回簽名 比如說拆遷 很多行政訴訟 涉及政府和人民之間的關係 當局所謂的民革案件 它就一定意味著在社會運動方面 它可能是一些素材 而且當司法的途徑走不通的時候 民眾也會考慮用社會運動的方式去改變 多年來唐經齡因為沒有律師行聘用 沒有辦法重新執業 生活一度出現困難 不過近兩年 她以代理人身份為人提供法律服務 情況有所改善 並且開始投身維權工作 中國經歷30年改革 經濟急速發展 帶換來代價 是各種濫權 貪污腐敗 貧夫兩極化 平民百姓受到欺壓 我們還在為這個事付出代價 還在為1989年那次的改革分裂 改革分裂就是一方面 在經濟上會推進市場經濟 同時在政治上保持一種高度的壓制 但她相信民間對維權的逐步醒覺 還有越來越多的維權律師務出來 正是國家向著民主發展必須的一步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周雪瑩報導 請回到城市場